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国恐怖喜剧电影《怪物之书》 影片一开始,儿时的女主有个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对她都很疼爱 而且像很多小朋友一样,女主每天也要妈妈给自己讲一个睡前故事 但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是,别的小朋友爱听的都是丑小鸭和白雪公主之类的童话 而女主喜欢听的是妈妈珍藏的一本旧书,这本书叫做《怪物之书》 顾名思义上面讲的都是些千奇百怪的怪物 古老的文字配上唯妙唯俏的怪物插图 尽管看起来有些诡异,但女主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这天妈妈刚给女主讲完了一个怪物的故事 忽然听到女主的床下有奇怪的动静 妈妈爬下来小心翼翼的往床下一看 一个恐怖的长得像蜘蛛一样的怪物将妈妈拖进了床下 然后又向着女主慢慢的爬去 画面一转,女主从噩梦中惊醒 此时的女主是名马上就要满18岁的高中生 但十年前恐怖的一幕时常在她的脑海中出现 那天那个怪物将妈妈撕成了碎片 但奇怪的是,怪物并没有攻击女主 女主的精神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爸爸不得不将女主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年 由于妈妈死得不明不白 而且也没有人相信女主说的是怪物杀死了妈妈的荒唐之言 甚至还传闻是年仅八岁的女主杀死了自己的妈妈 女主就是在这种流言蜚语中长大 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极度的害羞 好在有好几个好朋友的陪伴 女主才能暂时忘记那些恐怖的回忆 这帮朋友按出场顺序 分别是漂亮姐、叛逆姐、朋克妹 当然高中校园总少不了几个惹人厌的家伙 白眼妹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她总是和女主作对 得个空就要捉弄女主一番 这天叛逆姐神秘兮兮的告诉女主 她要给女主办一个18岁的生日派对 保证让女主终身难忘 女主是个保守的姑娘 家教很是严格 她知道叛逆姐是有名的社会人 肯定会搞一些幺蛾子 父亲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但又禁不住叛逆姐和朋克妹的怂恿 女主也只好答应了 画面一转 女主18岁生日的当天 父亲竟然主动把房间交给女主和朋友们办派对 只是嘱咐他们不要玩得太晚 然后就离开了家 看来这老爹还是挺通勤达理的 到了晚上 朋友们开始陆陆续续的到达 女主没想到叛逆姐通知了这么多的人 很多人女主都不认识 更让女主大跌眼镜的是 白眼妹竟然带着男友小黑也来了 这可真是让人够个应的 虽然来的人中间有女主喜欢的漂亮姐和帅气的小帅 但总的来说 这混乱的场面已经让女主彻底的懵逼了 有的人在喝酒抽烟吸那个啥 有的在蹦迪唱歌打kings 女主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于是就躲在一个小角落被人当作服务绅士的呼来喝去 甚至有个红衣姐拉着刚认识的小胖 到女主的卧室干不可描述的事 女主都没敢阻拦 女主此刻很是苦恼 家里被搞得一团糟 回头怎么和父亲交代 不过叛逆姐可不管这些 居然还给女主叫来了个脱衣五男助兴 画面一转 女主的卧室里红衣姐将小胖轻松的推倒 并问小胖是不是第一次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红衣姐显得异常的兴奋 她拿起了女主床头的那本怪物之书 然后翻到了招模仪式的那一页 然后放在了小胖的身旁 就在小胖以为美好的时刻就要到来的时候 红衣姐忽然现出了原形 这是一只长得像蜘蛛一般的怪物 她狠狠的咬断了小胖的脖子 雪瞬间就将那一页书给打湿 画面回到客厅 正在大家happy的时候 头上的灯开始忽明忽暗 并且刮起了大风 很是诡异 大家都被吓得不敢发声 这时门忽然打开 原来只是朋友长发男 就在大家松一口气的时候 怪物豪猪突然出现 一下子就将长发男切成了两半 接着又将白眼妹的男友小黑的头给切了下来 顿时尖叫声响成了一片 大家纷纷找地方躲避 叛逆姐和漂亮姐来到了女主的卧室 可奇怪的是迎接她们的竟然是小胖 难道小胖并没有死 但画面来到女主的床下 这里躺着的是小胖的尸体 看来眼前的这个小胖是怪物所变化 随后漂亮姐要打电话报警 然后就被小胖给打晕了过去 接着小胖又变回了怪物 转过头攻击叛逆姐 在把叛逆姐扔出窗外后 怪物又变成了叛逆姐的样子 等待女主的到来 而女主此刻正和彭克妹躲在客厅的沙发后面 女主壮着胆子扫了一眼 发现眼前的豪猪怪物 竟然和那本怪物之书里的一种怪物一模一样 女主想到书中记载着这种怪物的弱点在后背 于是拿起刀就捅了过去 怪物果然受到了重击 女主和彭克妹趁机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此刻变身叛逆姐的怪物 和苏醒过来的漂亮姐 还有讨厌的白眼妹 以及那个脱衣舞男 还有小帅都聚集在了这里 大家赶紧再想逃离这里的对策 就在这时 警察接到白眼妹的报警 赶到了女主家的门前 不料却被白负在外面的鸟嘴怪物 炸成了渣渣 看来靠警察是不行了 小帅和脱衣舞男翻阅起了那本怪物之书 发现上面记载的几种怪物 还有两种没有出现 一种是来自日本的灵怪 还有一个是射魂怪 谁知话音未落 灵怪就附身在了小帅的身上 小帅将脱衣舞男扑倒在地 尽管大家使劲地将它拽开 但脱衣舞男还是被掐死领了盒饭 这时女主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经过一番搏斗 最终女主将灵怪收进了书中 现在只剩射魂怪没有出现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射魂怪就是眼前的叛逆姐 接着女主继续翻页那本书 顺着书中的线索 女主找到了一条房间里的秘密通道 结果大家刚要进去 就被叛逆姐给拦住了 接着叛逆姐二话不说 就现出了原形 这个形象女主是太熟悉了 就是这个怪物当初杀死了自己的妈妈 而这个怪物就是最厉害的射魂怪 射魂怪一把就抓住了白眼妹 将它撕成了碎片 而女主几人趁着这个机会爬进了通道 我了个去 原来白眼妹的价值是体现在了这里 我说怎么到现在才死 好了我们书归正传 接着射魂怪在通道里抓不住女主 就将漂亮姐给带走了 并威胁女主不在十二点之前乖乖的来找她 就将漂亮姐给撕了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 女主对漂亮姐从一开始就有拉拉之情 哎可惜了小帅对女主的一往情深啊 最终众人来到了通道的尽头 这里摆满了刀子 斧子 锯子 还有一个录音机 通过录音我们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女主的妈妈和姥姥都是驱魔人 几百年来驱魔人家族一直担负着可沉睡之神 克苏鲁家族怪物之间的斗争 而那本怪物之书其实是妈妈的工作笔记 熟悉欧美恐怖片的朋友们 对克苏鲁家族应该不会陌生 这个形象为章鱼头 人身背上有蝙蝠翅膀的巨人 在很多恐怖片中都有出现 总之以射魂怪为首的几个大怪物 对女主的妈妈是恨之入骨 他们如果想要完成飞身 就必须干掉驱魔人家族 并用处男的血和成年女主的鲜血 完成最终的仪式 仪式一旦完成 怪物就将统治世界 好了 我们话不多说 讲必大家是已经猜到了结局 拥有主角光环的女主 最终和叛逆姐 小帅彭克妹 用电锯杀死了射魂怪和其他的怪物 救出了漂亮姐 然后再和其他小伙伴继续拯救世界去了 作为一部小成本的恐怖片 最终要上升到克苏鲁这么大的体系中 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 不过片中的一些搞笑情节 还是很有意思的 大家不妨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多灵略 今天表现了 评论区